美国的学者哀叹研究大战略是徒劳的 关心国际政治和军事的人都知道战略的重要性 最近有一位叫做德雷兹那的美国研究者表示 如今研究大战略了似乎有点徒劳 今天杰出的战略家明天看起来就像是个傻瓜 这么愤世急速的评论是怎么来的呢 德雷兹那是塔夫次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 他说20年前一批大战略专家称赞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 说他在2001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非常高明 但是这个战略导致了20年来代价高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几年之后当时的美国陆军上将彼得利乌斯将军 提出了反叛乱的战略风鸣一时 然后美国军队被地方武装打得灰土土脸 最近几年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他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提出了灰色地带战略 实施介于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冲突 有人称赞这是战术灵活和战略大胆 但是如今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16个月 普京处境艰难 即使打赢也很难实现战争目的 一批俄罗斯评论家如今公开嘲笑和蔑视戈拉西莫夫 如此看来西方和俄罗斯近些年来 确实都没有什么成功的大战略 更没有什么战略家 德雷斯拉认为是西方尚存把战略和战争混为一谈 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西方有个著名的战略学者叫彼得帕雷特 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很多西方政客研究者的推崇 算是顶级的学术权威了 他说所谓战略就是使用武力来实现军事目标 进而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这是把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搞颠倒了 实际上无论是孙子还是克劳塞维茨都警告过 不要仅仅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战略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种族主义的傲慢 对西方之外的战略家和战略理论都故意视而不见 比如说在那位帕勒特的书里面 几乎全都是在讨论西方的战略概念和实践 甚至连孙子这样的有名的战略家都没有单独的章节 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文明能够生存下来 并且延续至今 那他的大战略都应该认为是成功的 如果战略失败 那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而西方的战略研究者们只把目光盯着自己 对于其他民族 尤其是对于有色人种的战略成就 统统视而不见 连孙子这样的世界级的伟大的战略家 都被这些研究者不当回事 可想而知 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西方政治军事高层人物 能有什么战略水平 尤其是当今的美国政治头面人物 都是一群机会主义者 这充分的暴露了西方政治 现在最主要的弊病 不但战略研究学者水平越来越差 而且没有真正的战略家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 不仅仅是欧洲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也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战略自主性和判断能力 如果没有美国 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日常政治决策都做不出来 而坐在美国白宫里面的几任总统 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战略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出尼克松那样的 改变世界的战略举动 所以今天的西方或许在学术层面 还可以做一些战略学的理论研究 但是一面对具体的现实政治问题 早就谈不上什么大战略了 剩下的只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者 对其他国家的敲取豪夺 为了利益集团而发动一场又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最终耗尽了美国这个帝国的实力 今天的世界大国 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战略困境 不解决是不行了 在中国比俄罗斯实力更强的情况下 美国应该分配多少精力和资源来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把乌克兰战争打成泥潭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继续帮助俄罗斯 印太国家是否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 欧盟应该独立自主还是继续依靠美国 其实这位德雷兹那是一个近视眼 这个世界上是有成功大战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执行着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战略 中国道路起得了巨大的成功 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我们的大战略是光明正大 不带有阴谋诡计的 在美国疯狂访华乌克兰战争 这两个场景当中 我们的战略同样是坚定 而且成功的 战略筹划这种事情 中国人比西方要高明的多 如果西方的战略研究者们 继续对新中国的大战略避而不谈 视而不见 那他们的这一门学问 恐怕是要坐不下气了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